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關於蝴蝶蘭的終端花梗 什麼是蝴蝶蘭的終端花梗呢? 就是在蝴蝶蘭的葉中心 最頂的位置長出來的花梗 就叫做終端花梗 傳聞說蝴蝶蘭的終端花梗 花借後那棵植株就會死 我這棵水培的蝴蝶蘭 它就長了終端花梗 看看這裡 就在中間這個位置長了一條終端花梗 除了這條花梗 它還有另外一枝花梗 也就是說這次它是雙花梗 來欣賞一下它這朵花 雪白的花瓣加上黃色的唇瓣顯得很雅致 而且它的花量還很大 在花梗的這個位置還長橫鴉 對於終端花梗 我上網搜索一下 都找不到什麼正式的資料 就看到有幾大博主 在Youtube上分享說 終端花梗開完花之後可能就會死亡 那就等於說 蝴蝶蘭長到終端花梗 就好像中邪中魔咒 我這棵花本來是好好的 還長出雙花墊 花還開得很好 沒有一顆花梗是燒包的 但是隨著花開的時間越來越長 那些葉就變得越來越薄 越來越遠 那些葉就向下梗 看看 軟弱無力的 根本挺也挺不起來 再看看葉的表面情況 是有少少黃 有少少肝 但是沒有明顯的病的跡象 看上去 真是找不到什麼原因 為何它會變得這麼軟弱無力呢? 再看看它的根 它的根也是好的 沒有爛根 其實這次並不是它第一次出終端花梗 這張照片是在19年12月拍下的 它長出雙花梗 其中一支就是終端花梗 我當時不懂得如何照顧它 和其它花一樣 等它的花借到之後 才剪到它的花梗 植株變得很弱 有一年時間沒有複花 直到去年它又再複花 這就是去年3月份我拍下的紀錄 去年它只得一條花枝 在18年的時候 它亦只得一條花枝 而今年是雙花枝 其中有一支就是終端花梗 這麼巧 兩次雙花墊都有一條是終端花梗 有位花友最近買到一棵帶有終端花梗的蝴蝶 花開完之後 它說就變成這樣 葉巢猛猛猛 所有的根都爛了 它說這朵花是黃色的香的 前幾天就送過來給我看看 可不可以救回它 看來蝴蝶爛掌到終端花梗 真是好像種了邪 看一看 全部的根都爛了 一條根都沒有剩下 我現在就用一個沒有洞的膠盆 放一些鬆鬆的水草在裡面 那些水草就長期保持濕潤 然後等這棵花坐在這些濕潤的水草上面 希望能夠引出新根獎出來 對於這種好像種到魔咒的蝴蝶欄 如果你在買的時候撞到它 你就要鼻枝側刺 如果是自己養的花 長出來的就沒法 這樣等所有的花孕都開了的時候 就應該把花箭剪下來 不要等花開借才剪 在我的視頻第87集 《斬頭繁殖》那集 就分享了蝴蝶欄開花 對蝶豬的能量消耗有多大 要破解蝴蝶欄中端花梗 開花後死亡的魔咒 就不應該讓它的能量全部消耗 花開得差不多的時候 就應該把它剪下來當插花 這樣插水的蘭花 都可以欣賞差不多一個月 如果有蘭花的狀況不太好 也應該採取同樣的方法 將那條花枝剪下來插花 正所謂留得清山在 哪怕沒有柴燒 保住蝶豬最重要